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姐妹们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提摩泰前书的书卷 我们知道保罗当宣教第一次的时候 去到路斯德 带了提摩泰和他的家人信主 然后第二次宣教的时候 也带了提摩泰一起去到宣教 在当中的里面 也派了提摩泰到以弗所教会里面去到牧会 所以简单来说 这六章的提摩泰前书 是讲着保罗如何教导提摩泰到牧会 今天和大家分享 在里面就有不同的教导 如果我们看提摩泰前书里面 你会留意到大概有六个教导 是保罗很想提醒提摩泰 关乎这个纯正教义的教导 公众崇拜的教导 这个教会领袖资格的教导 有益的教训的教导 社会责任的教导 和这个作事工合议的动机的教导 今天我很想特别从提摩泰前书的第一章 和大家分享有关何谓整传的福音 因为大家留意 在第一章的第八到第十一节里面 保罗是提到律法是好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觉得保罗一提到律法 他都好像是贬益这个的律法 但很特别 在第一章第八到第十一节里面说 我们知道只要人善用律法 律法是好的 因为知道律法不是为疑人定立的 而是为不法和伴逆的 不虔诚和犯罪的 不性劫和乱世母的 是父母和杀人的 犯淫乱和亲蓝色的 拐卖人口和说谎话的 并起假誓的 或是为任何违背 健全教义的事定立的 这是按照可清重荣耀之神交托我的 律福音说的 大家留意在这个律法里面提到 保罗他说是好的 并且律法不是为疑人所切 所以很清晰我们的一个理解 原来律法的定立 是为到不疑的人定立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认识什么是对错 当我们看到律法的时候 我们才明白 原来这些是对的 这些是错的 所以很明显 律法的定立是为到不疑的人 而为到疑人呢 二人的里面其实好像一条鱼在海里面 就是说鱼呢 其实他不是很觉得自己是在水里面的 就好像二人呢 是活在律法里面所定立一切的时候呢 是其实对来说很自由的 但是律法的定立的原意 对于我们人来说呢 原来就是要给我们资罪 所以第一件事呢 我们要很明白 律法是要给我们每一个人资罪 所以保罗就写了有十四种的不疑 是在刚才第一章里面 但是鼎姊妹请大家留意 律法很多时候给我们的印象 都似乎很黑板 我们一提到说要守这些规矩 就很没有自由 但是鼎姊妹我们要知道 律法的原意是为了保护我们 大家试想一下 当我们在公路里面的车里面 有四条线五条线 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了中间的路线 即是那些行车线的话 所有的车子走在一起的时候 走不容易会相撞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律法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 所以当保罗提到律法的时候 他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律法的条文里面 而是在接着的里面 第十一节里面提到 是福音 所以当他只是提到福音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律法 而第二部分就是说的因典 所以我们再看 第十二节去打后 保罗怎么说呢? 我感谢那此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因为他认为我可信任 派我服侍他 我从前是涉毒迫害 武慢神的人 愿意我还蒙了怜悯 因为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 而且我们的主的恩典格外封城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 这话可信 值得完全接受 基督耶稣到世上来是要拯救罪人 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愿意我蒙了怜悯 好让基督耶稣在我这罪魁身上 显明他完全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永生的人做榜样 愿尊贵荣耀归及永世的君王 那不留怀 看不见独一的神 直到永永圆圆阿门 你们要留意这一大段里面是在说什么呢 就是说保罗他蒙了怜悯 所以大家看到他两次提到蒙了怜悯 第一次讲蒙了怜悯之前是说什么呢 他就是说他从前是一个怎样的人 是涉毒迫害武慢神的人 但是当他蒙了怜悯之后就怎样呢 他就是可信任 并且神是差派他去服侍 不单止这个蒙了怜悯 他提到这个恩典格外的封性 因着这个封性的恩典 他有信心和外心 他第二次再提到蒙了怜悯是什么呢 在蒙了怜悯之前他提到 我在罪人当中是个罪灰 所以在当中的里面他说 当我蒙了怜悯之后 就显明了基督完全的忍耐 所以兄姐妹你看到吗 保罗当他整段的第一章 他原来在说福音第一个面就是律法 律法如何保护到人 而第二个面很重要就是恩典 联敏 我们明白恩典就是当我们不配得 这份礼物的时候 神仍然给我们 这个就是恩典 所以兄姐妹 当我们再一次回想福音的时候 原来是有律法和恩典都在其中 这个才为之一个整传的福音 所以当我们再想这个律法的时候 再不是单单一些的条文 弟兄姐妹 而是我们如何藉着里面的内容 而是我们更加明白到 原来上帝爱我们 就是藉着我们去密想这些条文 是保护我们不要跌入这个犯罪的网络 所以兄姐妹 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会不会被这些条文律法 好像你会很抗拒 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 就是说原来一个爱的角度的时候 原来是可以很不一样的 而第二件事很重要 我们一起回想的就是 原来上帝就是我们很不得的里面 藉着恩典给我们能够改变生命 当我们提到的恩典 一定是包含一个改变生命的历程 就像保罗所说 他从前是聚恢这个涉毒上帝 但现在他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就活在一个可被信任被猜派的里面 所以兄姐妹 在福音这个恩典当中 你找到你的身份吗 你找到你一个宝贵的身份吗 原上帝在当中里面 藉着这个保罗的角度 他教导提摩太的同时 都同样在教导你和我 在恩典的里面 一样 原上帝亲自去祝福你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